大家好,我是時光發合的Able,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錶視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這個節目,最重要是給個like,以及介紹多點朋友來看我們 玩錶的人很多時候都比較biased,因為我們只是注視男士的碗錶 時時都忽略了女士的碗錶 但其實今天的女士在選擇碗錶方面,都很有要求和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Brightling 8年齡在去年重新設計他們的Best Seller系列 Chronoman,去年推出的款式是一個42毫米的計時表 今年Brightling 8年齡特別為女士設計了兩個型號 一個36毫米直徑,一個32毫米直徑的碗錶 36和32毫米都是一個非常適合女士帶的尺寸 因為他們比較大,如果比起傳統的女士碗錶 亦都是看得非常清楚時間 至於那個碗錶36毫米的碗錶,它是搭載了一個COSC 瑞士天文台認證的一個自動上鏈的危機身 天文台認證是代表它非常精準 每一天的誤差就在-4和-6秒之間 至於那個32毫米直徑的碗錶是配一個SuperCross的機身 這個SuperCross是八年齡專有的 它比一般的石英機身準確10倍 每一年的誤差是不超過15秒的 電池的壽命都可以有3至4年 如果是每天上班的女士來說,這個石英的選擇可能都比較方便 最重要一點當然就是Design,因為對女士來說,漂亮也是一個很重要消費的決定因素 這個碗錶,我覺得那個設計最漂亮的地方,就一定是那條錶鏈 這個叫做Rulo,一個復古的設計 本身是用一些細細枝的小圓柱造成這個錶鏈 它本身的打磨,你如果近看,是非常精美 它戴上手是會很貼手和很舒服 無論是36毫米或32毫米直徑的錶殼 它們都是配上了一個有雙面防反光光光的表面 讓你看得時間很清楚 還有就是有這個Supernomenova的一個夜光塗層 在那些時錶和時分針上面 所以就算那個環境光線是比較暗 都不會影響你讀這個時間 另外就是那個單向旋轉的錶圈 我在節目裡面都提過很多次 單向旋轉的錶圈其實真的是一個非常實用的功能 它可以幫你做到很多簡單的計時 如果將那個12點鐘那個圓點 轉到那個分鐘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量度一個小時 將它轉到那個時針的話 就可以讓你量度12個小時 真的有時候比這個計時碼錶更加實用 還有兩個設計點 我覺得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 一個就是那個標關 是一個洋蔥型的標關 是一個復古的設計 手感都不錯 另外一個就是那個秒針的尾端那裏 就有個B字 這個是八年齡的一個logo 是一個很秀氣的B字 我覺得放在一個女士的碗錶上面 是挺優雅的 這個36毫米直徑的碗錶 和32毫米直徑的碗錶 是有很多選擇的 36毫米總共有10種不同的combination 32毫米都有7種 材質方面就是有全鋼 金鋼 以及有18K的紅金 錶面都有四種不同的顏色 是有淡綠色 銀白色 深藍色 以及一種叫Cupor銅的顏色 這個碗錶的價錢 都比較合理 他們全自動的Gear碗錶是36毫米的 起步點價錢是37,400元港幣 如果是Course的款式是28,500元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一個註冊護士 已經做了護士12年 最近他想找碗錶 跟我商量 究竟選什麼標好 他其實也挺有要求 第一就是他不喜歡男子錶 而太細隻的女士碗錶 他覺得都不適合他 因為工作關係不能夠 帶閃亮亮的碗錶 都不介意有些鑽石的點鑽 因為他是 工作上時時要洗手 所以防水是必然的 不能夠帶皮帶的碗錶 因為他是需要為人量度這個心跳 所以 一個大秒針的功能 都是必須的 很多時候都需要翻面 亦希望有一個日曆 功能 品牌方面 他覺得 想要那個比較有歷史 也有故事的品牌 還有不想時時幫人撞錶 米歷斯 我可能幫你找多一隻 很適合你的換錶 我為朋友 選擇的一個款式 是36毫米 一個自動換錶 他就配了這個 淡綠色的錶盤 還有有一個 鑽石的錶圈 以及有鑽石的時錶 我自己認為這款碗錶有齊了我朋友所有要求的元素 包括了有日期、大秒針、防水 最重要一點就是這款碗錶是真的很漂亮的 它如果偶然出席一些場合的話 都會給人一種很高貴的感覺 至於品牌方面 百年齡也有很多威水史 第一就是它是一個製作計時碗錶的先鋒 在早年的時候已經發明了這個雙岸樓的計時 到今天都是被各大品牌沿用的 也是其中最早的品牌是研製了這個自動上鏈機械計時機芯 它們也是最早的一個本標品牌是上太空的 在1962年的時候跟隨這個水星計劃的坦人 在坦人上面是圍繞地球走了三轉 另外就是我自己看到有很多專業的飛機師 都是選擇配戴Brightling 8年齡的碗錶 是因為它的功能和精準是非常之可靠 我們今次介紹這個Chromomac Lady的碗錶 36毫米加上32毫米 總共有17個不同的選擇 就算是要求最高的女士 我覺得都應該是可以找到你心意的碗錶 今天星期一周標時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